探寻世上奇闻 领略不同趣事 人类对海底世界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 所以才发明了潜艇 但是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虽然潜艇的外部都是高强度合金 但是潜水深度跟一些鱼类相比还是稍有逊色 因为鲸鱼完全可以凭借皮肉之躯潜到水下2000米的位置 可是潜艇却没办法做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谈及这个问题就要先说一下水底的压强 随着水的深度增加 压强也在不断变大 一般情况下水深每增加10.3米 水压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 所以随着潜艇的下潜 它所承受的压强也会越来越大 一般情况下 潜艇可以潜置水下300到500米的位置 如果再深一点 就有可能会受到海水压强的作用导致潜艇变形 甚至会被海水压强给压扁 不过鲸鱼就不一样了 抹香精可以在海底2000米的位置生活 因为这种鲸鱼的背部非常特殊 可以根据水压灵活变化 进入深水区之后 肺部会尽快适应深水区的环境 体外压强增大 肺部就会缩小 这样体内压强跟体外压强可以达到平衡 当然了 即便是抹香精也有一定的承受极限 一旦体内压强达到了最高值 就不可能再继续往下潜 可是潜艇没办法改变内部压强 只能通过加工外壳来抵抗海水强大的压强 正是因为这方面的不同 潜艇跟鲸鱼的下潜深度才会有天壤之别 但是不管怎么说 除了部分科研潜艇 可以在海底1万米正常运行之外 普通舰艇没必要潜太深 只要达到海底3000米左右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 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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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